这是30年前,耗资了150亿美元,建造了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,超过1300名工人,毕竟6年时间,在海底绵延了50公里路程,连接了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城市,这就是被誉为现代七大奇迹之一的英吉利海峡隧道。 隧道由两条平行的主隧道和一条较小的辅助隧道组成,隧道之间的距离为4.8米,可以向外通风和提供通道。 两条主隧道直径各为7.6米,相距30米,设计的高度很高,足以容纳双层巴士通过。 主隧道之间每相隔250米就有一个小管道,用于向外通风,减轻空气阻力,帮助列车快速行驶。 隧道线路总长50公里,其中38公里位于海底,但所有路线并不是直线,而是上下左右弯曲的。 隧道最深处低于海平面75米,等期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它的整个发展历程。 早在1802年,就有一位工程师就提出了马车隧道的计划,但在还没有电力的时代,该隧道只能使用油灯照明,中间再修建一个人工道,用于修气换成,并配有一些烟囱通风。 不过在当时技术不发达的年代,想要建造这样的工程实在有点强人所难。 到了1974年,英国建筑工人自己开始挖掘通往法国的道路,但仅仅一年后,政府就叫停了这个项目,这次计划也以失败告终。 直到过了十多年后,两国元首经过商讨拍板,这才计划修建现在所知的英吉利海峡隧道。 但当时英国正处于动荡时期,失业率创新高,主要行业纷纷倒闭,国内发生大规模骚乱,两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这个前无实力的超级工程,因此必须由私人出资建造。 于是,没有选择开始的一系列吊桥或低道,而是采纳了承包商贝尔福,贝蒂建筑公司的计划,该公司后来又被一个名为PML的财团收购。 终于在1988年开始施工。 首先设计团队必须要先确定隧道的具体挖掘位置,开始对海底地质进行研究。 海峡的底部是厚厚的白厄层,白厄层下面是白厄泥灰岩,相对其他位置更容易钻穿。 于是开始了服务隧道的挖掘,这样可以在建造主隧道之前充分了解地底情况。 五台来自法国,六台来自英国的隧道挖掘机开始在相对的两边工作。 在整个挖掘过程中挖掘了大量的白厄,并使用传送带通过隧道运回。 整个过程并不容易,必须确保各自挖掘的双方最后能够在中间汇合,双方都使用了特殊的激光和测量设备。 最终到了1990年底,服务隧道的两边终于会合了。 两名工人,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,通过中间会合握手,这意味着可以从英国直接走到法国了。 随后,开始了两条主隧道的建设,从交叉隧道,航站楼海岸的陆地隧道,活塞泄压管道,电气系统,防火门,通风系统,火车轨道,一切都步入正轨。 到1993年12月10日,整个英吉利海峡隧道完成了第一次实运行。 1994年5月6日,隧道宣布正式开通。 从伦敦到巴黎,你只需前往圣潘克拉斯车站,坐上火车,两个小时后就能到达巴黎。 从此,英吉利海峡隧道将伦敦与欧洲庞大的铁路网络连接了起来。